我們跟媽媽老師一起探索 一起學習 嗨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媽媽老師 我今天非常高興看到你們喔 那我們今天要一起來探索 還有一起學習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 我們要來研究不同的工程車輛 媽媽老師相信 你們這些小朋友平常走在路上 或是走到工地旁邊的時候 你們可能都有看過這些不同的工程車輛 對不對 像是挖土機 或是推土機 還有很大的大卡車 可是你們知道 這些不同的工程車輛 它們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功能呢 它們到底是幫我們做哪些不同的事情呀 那各位小朋友 你們還記得媽媽老師之前有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就專門在講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而且這些工作都是可以幫助別人的 那我們在裡面也有介紹到有一種工作叫做建築工人 這些建築工人叔叔還有阿姨 他們就是幫我們蓋房子還有鋪路的 所以他們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各位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些建築工人叔叔還有阿姨 他們是有超能力嗎 他們怎麼有辦法建造出各式各樣的高樓大廈 房子幫我們鋪馬路 幫我們挖隧道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呀 難道他們是有像超人一樣的超能力 可以舉起很重很重的東西嗎 還是他們可以飛起來把一個東西拿到很高很高的地方 他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 原來這些建築工人叔叔和阿姨是有很多好幫手的 我們今天要一起來研究的這些工程車輛 就是他們最好的幫手 接下來媽媽老師就要帶著你們去認識 這些不同的工程車輛 我們可以一起來研究他們到底有哪些超能力 你們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要開始囉 嗨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媽媽老師 媽媽老師今天在路上走路的時候 發現我經過了一個工地 工地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工地就是建築工程叔叔和阿姨蓋房子的地方 然後我在工地上面看到了好多好多的工程車輛 像是如果你們仔細看的話 有正在挖土的挖土機 把挖起來的石頭還有土放到大卡車上面 然後他們好像是要蓋一個很大的樓 所以上面還有起重機 那你們一定在想這些 到底這些不同的機器是做什麼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一起來學這些非常有趣又有用的建築還有工程車輛 各位小朋友你們知道這個前面有一個大大的鏟子的工程車 這個大鏟子是可以把很重的沙子或是土或是石頭從一個地方推到另外一個地方或是搬到其他的地方去 在建築工地上 推土機可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工程車輛喔 他是建築工人叔叔和阿姨的好幫手 可以幫助這些建築工人叔叔和阿姨把土地清理好或是把土地推平 把不要的沙子或是泥土從一個地方推 推到另外一個地方或是搬到其他需要的地方 那在蓋房子的時候就常常要用到推土機了 因為蓋房子之前要先把土地推平 然後這樣子的話才可以在很平的土地上面蓋房子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常常看到推土機在推推推做他們的工作 那有趣的是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們很仔細觀察推土機長的樣子的話 你就會發現推土機它的輪子 其實有些時候會有一個履帶 你們知道履帶是什麼嗎? 履帶就是一條長長的袋子把輪子包起來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推土機要這個履帶嗎? 原來是有履帶的推土機 這樣子它的輪子才比較不會容易陷到土地裡面 那這樣子推土機在凹凸不平的土地上也可以好好工作 各位小朋友 推土機是不是一種很酷的工程車輛呢? 那講完了推土機 我們接下來要研究另外一種建築工地上也很特別的工程車輛喔 它叫做挖土機 那媽媽老師知道有好多小朋友都很喜歡挖土機 媽媽老師也覺得挖土機超級酷的 挖土機有點像是一隻大恐龍 它有一個像是長滿了尖尖的牙齒的大鏟子 不過這個鏟子不是拿來吃東西的唷 挖土機會用這個大鏟子來挖地 挖挖挖 那挖土機有很多很酷的功能唷 像是挖土機可以很輕鬆容易的就挖出一個很大很大的洞 像有些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一台挖土機在挖土石頭或是泥沙 然後它再轉一下把這個土放到別的地方 那有些時候挖土機還可以把廢棄的建築物 廢棄就是沒有人在用或是不要的建築物把它拆掉 這也是挖土機很厲害的一個功能 那媽媽老師覺得特別酷的地方是挖土機 雖然它是一台很大很大的工程車輛 可是它其實轉動起來是可以非常靈活的 它可以把它長長的手臂伸到各種需要它的地方 所以挖土機真的是一種非常有趣的工程車輛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研究另外一種工程車輛囉 各位小朋友 你們認得出這是什麼工程車輛嗎 這種工程車輛可以把東西鋸得非常非常的高 你們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原來它叫做起重機 然後英文叫做crane 那起重機它長得有點像是長頸鹿一樣 它有一個超級長的脖子 可以升到很高很高的地方 那當然起重機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可以把很重或是很大的東西 掉到很高的地方 像建築工人叔叔和阿姨 他們如果是在蓋高樓大廈 就是很高的樓的時候 就常常需要用到起重器 他們會把他們蓋房子需要用的材料 像是鋼筋或是水泥 這些全部都是用起重機 掉到高樓上面 這樣子他們才有辦法好好蓋房子 所以起重機真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工程車輛 有了起重機 建築工人叔叔和阿姨 他們才可以把他們蓋房子 需要的材料掉到很高的地方 這樣子他們才有辦法蓋出摩天大樓 或是很漂亮很高的橋 各位小朋友 接下來我們又要來學 另外一種工程車輛囉 你們知道我們現在在看的 這種工程車輛是什麼嗎? 原來它是一台混凝土攪拌機 或有些人叫它水泥車 然後它的英文叫做 concrete mixer truck 那你們知道這個混凝土攪拌機 或水泥車它是做什麼的呢? 它為什麼有一個地方一直轉轉轉呢? 原來混凝土攪拌機 它是一種很特別的工程車輛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台很大很大的攪拌機 你們還記得媽媽老師之前跟Winter同學 一起做果菜汁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是不是用了一個攪拌機 把水果就變成果菜汁 那其實這個混凝土攪拌機或是水泥車 它就有點像是一台超大型的攪拌機 不過它不是把水果打成果汁 它是把土、沙子、石頭、水、還有水泥 各式各樣的建築材料 它會把它攪攪攪攪攪攪混在一起 變成一種叫混凝土的東西 那混凝土其實是一種很厲害 又很堅固的建築材料 所以我們會常常看到建築工人叔叔或是阿姨 他們用混凝土來做各式各樣的東西 像是你平常走路的時候走在人行道上面 人行道就是用混凝土做的 或是在蓋房子的時候 房子的牆或是地基 很多也是混凝土做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混凝土攪拌機或是水泥車特別重要了 那媽媽老師知道我還沒有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混凝土攪拌機中間的部分 到底為什麼要一直轉呢 原來是因為它一邊轉就會一邊攪拌裡面的混凝土 這樣子混凝土才不會乾掉 那接下來媽媽老師要繼續跟你們講另外一種很有趣的工程車輛唷 這種工程車輛叫做壓路機 英文叫做road roller 那你們覺得壓路機的工作是什麼呢 其實線索就在它的名字裡面 沒錯 它的工作就是要把路壓平 那壓路機如果你們仔細觀察的話 它前面有一個很大的輪子 那這個輪子也特別有力氣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隻超級大的擀面棍 它可以把地面上所有凹凸不平的地方都壓平 那這樣子我們的街道或是我們的馬路才會更美觀 更平坦 而且這樣子我們人走在上面或是車開在上面才比較安全 那最後一種媽媽老師要來跟你們講的工程車輛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你們會常常看到的卡車 那卡車的功用又是什麼呢 原來卡車是一種非常有用的大型車輛 它可以幫助我們把很多很大很重的東西 從一個地方運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你們下次仔細觀察 會發現卡車通常有很大的輪子 然後它後面會有一個長方形的 有點像是一個盒子的東西 那裡面可以裝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有些時候建築工人叔叔 他們可能會用卡車搬運磚頭、木頭、沙子 或是任何其他會用到的建築材料 那各位小朋友 你們下次可以很仔細觀察 路上其實常常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不同種的卡車 你們就可以去看 這些卡車到底在運些什麼東西 不過媽媽老師也覺得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們知道卡車裝滿了東西之後 它要怎麼卸貨呢? 卸貨就是把東西從車子上面拿下來 那這個時候卡車就有一個很酷的設計喔 卡車其實它的尾部就是它後面的地方 是可以抬起來的 抬起來 然後這樣子卡車裡面的東西 像是沙子呀、石頭或是其他東西 就可以滑出來很輕鬆地落到地面上了 是不是很酷呢? 各位小朋友 我們今天是不是一起認識了好多不同種的工程車輛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像媽媽老師一樣 覺得建築工人叔叔和阿姨真的特別厲害 他們很會用這些不同的工程車輛 幫助我們蓋出各式各樣漂亮的房子、大樓、橋樑 還有車子開的道路 我們大家都要很謝謝他們 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和安全 那各位小朋友 其實還有好多種不同的工程車輛 媽媽老師今天沒有機會跟你們講到 但是我鼓勵你們繼續去探索還有研究 如果你有學到什麼很酷的小嘗試 也歡迎你們跟媽媽老師分享唷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嗨 各位小朋友 希望你們喜歡媽媽老師幫你們做的影片 媽媽老師也非常喜歡幫你們做影片 那在今天的最後 媽媽老師要用這個機會跟你們分享一個大消息 是一個好的消息 就是媽媽老師幫你們這些好奇小朋友設計的新podcast 叫做媽媽老師 我想問問題也正式上架了 所以你可以请家里的大人 保安、妈妈、姨姨、奶奶、外婆都可以 像Spotify或Apple Podcast 只要收妈妈老师就可以找到我们的Podcast了 然后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听听看 看你们喜不喜欢 然后这是妈妈老师第一次做Podcast 所以还有很多地方要学 所以如果你们有觉得哪些地方 是妈妈老师可以更进步的 也欢迎你们跟妈妈老师说 然后最后还有一件事情 也要请你们帮忙哦 就是妈妈老师我想问问题 这个Podcast 是需要很多很多小朋友 问妈妈老师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到 任何的有趣问题 或是有些问题 你可能想了很久 都不知道答案 那也欢迎你们把问题 寄到妈妈老师的信箱 妈妈老师的信箱是 askmama老师atgmail.com 你们问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先说你的名字 然后你今年几岁 你住在哪一个城市 然后再讲你的问题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很棒了 不用害怕 或问题有时候会害怕 可是不用害怕 然后妈妈老师 就会收到你们的问题了 然后收到你们问题的时候 妈妈老师会很认真的 研究你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一起 去想办法解答好不好 那妈妈老师 今天就先跟你们讲到这里咯 也要先跟你们说谢谢 希望你们喜欢新的Podcast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